今天我为各位带来香蕉蛋糕 有时候家里面去买水果的时候 买一串的香蕉 然后吃了两三天以后 它有比较黄一点了 好像过熟了 就不想吃 丢掉很可惜 如果你可以把它拿来做香蕉蛋糕的话 又不一样的感觉 就不觉得有抱枕天赋这种感觉 那首先我来介绍一下香蕉蛋糕的材料 这是熟透的香蕉 砂糖 鸡蛋 低筋面粉 中筋面粉 那这个是小苏打 沙拉油 还有这个是牛奶 装饰在上面的杏仁片 那我们先把香蕉打成泥状 好 把它倒进来 用打蛋器把它打成泥状 在打的时候就可以闻到香蕉的香味了 好 来 那打成泥状了以后呢 我们把配方里面的糖加进来 然后继续打 把它打到糖完全吃进去就可以了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 我们现在的糖完全融化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把蛋加进来 蛋一次丢 好 再把蛋打进去 打到蛋完全吃进去 那也有泡泡 那泡泡是稳定的情况之下 我们再来加粉 好了 我们可以看得到 它有泡泡 然后泡泡很稳定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把几个粉塞下来 就是 把面粉放进来 然后把小苏打加进来 和几个粉一起过筛 好 筛进来了以后 已经筛进来了 然后呢我们用慢速把它拌匀 好 这个时候已经拌匀了 那这个时候就好了吗 不是喔 重点在这里 因为我们的那个香蕉蛋糕里面 你不要看香蕉蛋糕吃起来 柔柔细细的 其实它纤维蛮高的 那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把放进去的面粉 再多打一下下 让我们的面粉稍微粗一点点筋 这样子呢 你的香蕉蛋糕才会膨胀的好 如果说这个时候 你以为是拌好了 那有可能你的香蕉蛋糕出来 它很容易软角 很容易垮下来 所以我们打一下 打到纹路出来了以后呢 我们再加其他的材料 好 你看我们在打的时候 它纹路很深 它纹路很深 那表示呢 稍微有一点点筋出来 那记得一定要拌匀了以后 再多打一分钟 让它有一点点出筋了以后呢 那我们再把沙拉油一次倒进来 那一次倒进来了以后 一样我们把它拌均匀 可以看得到哦 现在油呢 还没有乳化进去的时候是 是分离分离的状况 那等了我们继续把它打 打到你没有看到分离现象 就是吃进去了 记得偶尔要停下来刮一下 让它拌得更均匀 刮好了继续倒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已经看不出来 它有分离的现象 整个面糊是亮亮的 没有分离的现象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把牛奶加进来 也是一次倒 那一样的意思哦 我们还是 现在你看水还是浮在上面 那就是有分离的现象 那我们把它打 让它完全吃进去 好可以了 从画面上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完全吃进去了 那没有分离的状况 而且呢我们的面糊花亮 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呢 把它装在烤模里面 你烤模装长的 装杯子装的 装圆的 装方的都可以 那我今天用八寸模 好那就把它倒进来 好把它倒进来了以后呢 最后呢我们在表面 撒上一些杏仁片 那它起来的时候 表面会比较漂亮一点 也不用太多 就薄薄了一层 好那下火180 上火200 把它烤到熟 大概在30分钟到35分钟左右 那我现在送进去烤 经过30分钟以后呢 那我们这个香蕉蛋糕已经好了 那香蕉蛋糕好了以后 你怎么看它已经熟了没 那我们呢可以轻轻地摸 蛋糕中间最上面这个地方 你摸起来呢 有弹性就好了 就可以出来了 那我现在把它拖出来让大家看一下 因为刚出卤很烫 我是用活动模 所以可以这么轻松地把它拖出来 把它撕开来 哇 还在冒烟 好 就是这样子 为各位带来香蕉蛋糕 那香蕉蛋糕呢 因为里面它的膨胀来源 完全是靠那个小苏打 所以呢 等完全凉了以后 再来吃风味会比较好 如果你热热地吃呢 那有一点点苏打味 把它凉了以后 然后可以放在冰箱 或是放常温都很不错的 好 谢谢你 这是我今天为各位带来的香蕉蛋糕